好我们昨天告诉你瓦斯要涨价了 那么今天呢还有看医生挂号费也要涨 门诊量是中部之冠的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 从今天开始夜间门诊的挂号费会从120涨到150 涨价之后夜间门诊看病一次就要付510块 另外台中医院也传出可能会在明年跟进调涨 卫生福利部说呢门诊的费用上限是150 急诊不超过300块钱 所以呢他们要涨价是没有违反规定的